先洗一下 这边广播最大的棉花的场景 新疆三接四百多样的棉花 就没人下水开始陆水进入开成型 现在你看到这片白梦班主的棉花 对于拿孤线的没有刹车 这也是当初已经开始完成了一种棉花 今年我们的孤线中只有80多万棉花 多重的棉花坎收 机械化时能够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六 这几台穿兴于棉花的大块 是专用来的机器 它锁到之处棉花 会瞬间销面感受 通过气流可以走到车岛 这次开开 一天能够完成四百多个棉田的坎收 相当于一千多名石花工 劳动量的总和 棉田中另一个大块岛 会叫做下蛋剂 因为它可以边锁边收边打包 不一会儿的时间 一枚包裹着两吨多紫颜的金蛋 就这样诞生了 机械化采明了大面积推广 其缩长的工期 还可以规避早霜等自然灾害的风险 减少的冰虫害的发生 那么大夫妻 依靠种植棉花 去年人均收入是八千四万块钱 占到农牧民种植业总收入了一半以上 今年随着棉花单长提高 这一品种会降出提升 这一品种会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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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一品种会儿的 浓上来的 试试 这一品种会儿的 尽管今年夏冉和冬孬 有请常 但隔余 我持续推进的唐梁雨滴 唐梁雨滴 唐梁雨滴 浓后我放不一口 输制产量有效提升 今年输制的周年 农业村部最新农青 要终不终心 目前全国秋梁收获已过两成,十一前后将进入收获到五期,秋梁又往再不可收。 王怀海秋梁竹产区,玉米正陆续城区,根捞面图中,这边的床在玉米是大米全能不及。 这边都是同一帮助,这边都是同一帮助,主要能做不更动收获的大力,有二大号。 这边都是同一帮助,这边都是同一帮助,主要能做不更动收获的大力,有二大号。 那边都是同一帮助,每一帮助的igh Bomberg也按了第一帮助,那边都是同一帮助的这边, 这边都是同一帮助,这边都把这边还在同一帮助,如果不是同一帮助, 排却宁总是可以学习的,第一帮助,对方是没需要的, 别人有没有什么,别人有,别人有没有水平,别人有没有水平, 目前全国秋凉不受再忘 预计全年粮食产量将继续保持在12000亿斤以上 实现了总书记所强调的 中国人的法官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新闻的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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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联合快手等平台 在网上留集了不少视频 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那个买的也是一麦的 这麦套是一个中锅买的 中锅买的 看得到的 下面能 bet 那可以 新闻买着一张就可以了 这个啊 上面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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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牧 这个啊 召 boarding 是 看这些啊 我现在看看这些负围的 你觉得负围的 这个啊 对啊 维大利 就那个 全疆 有维大利512嘛 在新竹512 你当时给你老板新娘 一样 他们一样的 对 这些是造化的 他不是有一个汉水 他可能已经 找人一样的 十一年 即将一年 一直在新娘 年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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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年轻强 维大利 新娘 新娘 年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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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鼓子啊 你们这个 我们这两个粗呢 现在 util为球色好加加度过庆丰延 风收是秋天最美的画件 如果说风收平直率倒霉的获得 那么 就会 这边不撒 不撒 ビdome 帮我 西村内于西安江湖 这里是一个一个人 近年来村民们 是一个阳性的全市 以为不进化级 还多上了新生活 眼下正是决定的毛进行 今天村民们手组如何呢 这个情况在林县 将是接着林宣 林宣 你好 希望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那里担到的风收景象 现在其实就是在小厢的 西村你看现在我的右手边呢 买了很多的鲜丹瓜呀 茄子呀 豆角鱼 你还有辣椒 你知道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吗 它其实是给全水鱼 准备的冲凉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人 就是一个全水鱼的鱼池 你看我们村里边两大姐 正在喂全水鱼 那么这里的全水鱼呢 其实都是吃这种 驴森的蔬菜长大的 而且不光如此 它喝的还都是山泉水 那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鱼池 里边的水道就是山泉水呢 其实鞘盆也就是在这个鱼池里边 你看现在我右手边这样的一排呢 都是这个全水鱼的鱼池 而隔着一条路 在它的对面呢 是一条川村而过的一条小溪 看起来这两边呢 好像是互相干的 但实际上在我的脚下 每个鱼池和这个小溪之间呢 都有两条互通的地下渠道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条小溪里边 每隔一段呢 这个小溪里边就会有一条 这样用十块的一起来的 大约十几厘米高的 这样一个小堤坝 这个小堤坝的作用呢 就是把这个流水拦住 然后通过地下渠道 流到这个全水鱼的鱼池里边 再通过另外一条地下的渠道 流回到这个溪流的当中 这样一来呢 生活在鱼池里边的这些鱼呢 等于是生活在了一个山泉流水的一个自然自然的环境里边 而同时呢又不会对我身边的这条小溪的生态环境呢 造成大的污染 你看现在咱们村民是不是特别的聪明了 其实啊 紫溪村呢 它是四面环山 建在一个峡谷里边的 这样的溪流呢 就是村里边的所有的民居 都是沿着它的两边建立起来的 也正是利用这样的环境优势呢 当地的村民才在每家每户的门前 都建立起来了这样的鱼池 那全水鱼啊 它其实是有镇定的标准的 不是所有的鱼都能叫全水鱼 起初啊 它也就是普普通通的草鱼 但是要经过三年以上的 绿色蔬菜和山泉流水的喂养 才可以认定它是全水鱼 才可以开始捕毛和消瘦 那么你看啊 现在我们前面的这个老乡家里边的这个鱼呢 就是已经开始捕捞了 我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呢 过去看一下啊 你看啊 现在我们这个老乡家里边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走廊上呢 已经摆放了一些已经包装好的这个全水鱼 通过这样的保鲜的这个包装啊 刚刚也打听了一下 这些鱼呢最远会被销售到上海去 那你看现在我们有一个这个大叔啊 正在这个捕鱼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今天捕的这个鱼怎么一样啊 你看啊 这是一条已经刚刚捕捞上来的这个鱼 你知道大叔告诉大叔告诉我呢 这样的鱼它的价格大概在八十元里 就看起来这条鱼的普通的草鱼 比起来颜色会比较深 而且它的鱼背 换着这个淡淡的这种金色 老乡告诉我啊 全水鱼的深挡后 其实非常的缓慢 一年最多也不会超过一斤重 而这条鱼看起来大概有四五斤重 它的价格呢要超过四百块钱 虽然这个鱼的价格不便宜 但是老乡告诉我 今天它国家里面 现在可以捕捕上来的鱼 都已经在鱼顶玩了 而且当那个政府也告诉我呢 今年村子里边已经接了不少的订单 所以每样的国家里面 这个全水鱼的销量都不成问题 所以这几天亚大国的心情都挺高兴的 你看今天 今天呢又是首个中国农村的标明 封兽节正会儿啊 在我们审厚的这个 这个国王场上呢 当时村民正在举办一些 铺装这些活动呢 因为大家要不喜欢制造的这个 而且呢还挂起了这个欲望灯 站在这儿 我都能感受到 大家那一面来的这种处愿的性情 我都能感受到 现在呢 看到这个干净又整洁的这个 紫西村呢 尽量它是一个贫困村 那这这家的贫困人口啊 超过了来的支持 人均的年收入还不到三千三千块钱 因为这里呢 山多地少没有主导的产业 所以呢 又因为它位于山江的源头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呢 当地的政府正因地 是一代理的村民呢 来发展起了这样的全水养育的这个产业 帮助所有的贫困库修建起了 免费修建起了这个全水鱼石 尊重的鱼鸟 普通的村民家里面 每建计一口这样的全水鱼石呢 最高也可以拿到三千元的补贴 但不光有补贴呢 当地还成立了专业的这个 全水鱼养民的合作社 带着专门的人呢 来指导大家来喂养全水鱼 而且呢 还帮助大家打开和联系这个销路 那现在在村里 不光预养好的销路不成问题 价格已经达到了这个普通草子的石 可以说在这里 草物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这个金鱼 那么给我们的了解呢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呢 现在穷村 101户的村民家中 已经修建起了110个这样的全水鱼的鱼石 而现在当地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呢 已经超过了上万元 那么现在村民们告诉我在他们村里边 流行着一句话 叫做金窝银窝也不如我家的鱼窝 小小的鱼石 不光光给村民带来了直观实实在在的生活 而且呢 也给这个小村子带来了变化 曾经啊 这里呢 因为交通非常地密的 很少会有人到这里来 但是你看这会儿啊 村子里呢 已经有不少 不少的这个游客了 那么当地的政府也当地 我们在这个长秋小长假的期间 三天的时间里能看到鱼 连级未接待游客超过五千鱼 现在村子里边这一口口的这个 这个全水鱼的这个鱼石呢 已经变成了凝点 而且到这里来吃全水鱼 也成了大家旅游的一个项目 那么为了发展这个游客 进行当当地的政府也大力展示了村荣村吧 同时他们还在制定 和全水与相关的一些旅游的线路 一起来吸引更多的人性 那么窝窝就不客户来越多了 不愿村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 那么五年前啊 这样的一个小山村里边 百分之西市以上的人呢 都是不快去打工了 那更久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的情况 最近两天来 不愿村创业的人呢 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村子里边呢 已经有了鱼家 鱼家乐 三家民族 还鱼家呢 鱼城市 二十六年的年底呢 这个村子呢 就已经成平坤村里面出现了 而且今年呢 它还被抵上了盛基的一个乡村 那么可以说 现在的子西村呢 村子更美了 元气更棒了 村民的生活也更好了 好了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通过小小的鱼石 让我们看到了 投资的一个画展 看到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动生 感谢人生 从安慰 报告的报道 今年是农村改革 四十周年 四十年来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 既得的历史形成 消化成了历史新变谷 有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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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的确定书 建议和谷新农民 亿万农民 总作业 消防其总编程序 也是其中一位 早上八点四十八点之下 拉得真实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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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他们的忙 这一群道 白州民家 面 小鸭子连着大政策,最近几年,由于粮食基地收割价高于市场价格,粮库里的粮食大量积压,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中央一方面增加最终的物贴,一方面降低基地收割价,这一粮食价格改革就是为了引导物质,赚着市场需要啥来重啥。 有了中央政策这个机会吧,到天准备这个新铃和全国部上的美容量,开始打起了这些市场主义,到天里养鸭,不连网管理,这套技术花了成六万多块钱,但老成人却能吃了。 我说那是吃,现在呢要吃,吃好,吃好,整理到品牌了。 对,就我品牌了,像以前,就是做的,现在我的奖励是吃的。 粮食卖出好价钱,这是老成人纪念的地方说,免费这些证,全给老成人带来了另外的手中。 老成人说这话很有语气,是因为他知道总书记都被这事儿说话了。 总书记说,实施相存执行战略,深化地图不止不改革。 广闪成长地三权文质之后,第二门土地成造高兴红,再延长三十年。 政策若示范老成的身上,就是三权文质量和,保障了他右转中心的经营权, 这让他用放新签下了更多右转核桃。 19.86,这是我们的网络,一共是多少? 一共是选的,选的四个大个。 老城的邻居增成一户,家里有40多五城邦门,在去全班正之后,将同地全部流转出去,到附近农场打工了。 现在,小岗村游转的土地已经有8800多人,占到全村正方便的近期城,老城很为自己是小岗村村民自豪,40年前,小岗村的农村改革就走在全国前面,40年后,小岗村的各项改革依然崩头强劲,让老城他们得使用回答,不仅仅是前面说的粮食价格改革和土地改革,还有这个小玩儿,它是小岗村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 给村民发到农村的农村,小岗村的集体资产在农村家里之后,做成五份,分到了每个人的头上,去年,城西兵领到了第一篇份。 小岗村的农村看到的是改革里面前带来的石灰,而上下专家的角度,他们看到的是乡亲之间战略,有了农村改革的主力,脾气不稳。 怎么样说,我们小岗村整集到,我们能够到预期的要求。 对,我们就是有同学,我们就是有同学,产阅制度改革。 我们把同理支援制成,我们能够那种问题,它可以通过地方地团,我们得国家感染, 美兰为满面的生活 目前国家乡村这些战略文化2018至2082年已经正开 对其中原乡村发展动化的方向 也让向小岗村成西北首长成亲上半的中国能力 觉得中地更有问题 我们把你院长的这一站我们会拿给你 我们就让我们玩的会让你拿来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大压是让我们玩的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在農业农思现在话 实施是乡村振兴战略的艺术 一门淼 聊天寒去有东北 oraz临历之间的美长 近年来 寒去临历之一发展现在农业 和美丽乡村十分建设 如今又到了套向切斐的世界 那你的想法今天是什么样 想要认识的 想要认识的 那你也想要认识起立领域 好像是一月没有啊 起立领域 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 两眼 好的 两眼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盘检了 这段盘检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盘检加主义 因为盘检它位于良河的组海口 可见之后呢 你里面只能让它成为了 重要的手道部的区域和优势道部就是盘检病 那么当地的水道组织面积 非常大于170万 年产下室呢有110万分左右 我们直播的这个村子呢叫做石妙子村 它呢是位于盘检石家湾区的王家街道 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这个村里面的水道已经已经是很熟悉了 现在它呢遭挡了随风在跳跃 从高属股坛非常的漂亮 那么在过三个月的时间 把这些水道就可以以大面积的来进行收割了 与其他地方的水田呢有所不同 看仅呢在20多年前就开始吃了倒铁养蟹 并且成功摸索出了一地两用 一地双收的最佳生态农业主养模式 这还不算 当地呢还给农业插上了胡联网的翅膀 让上半股的水道呢在网上生长收获归汤 真正呢在全国推行了这个胡联网加日养物业的一个新模式 这样子只要收下来一地匹就可以对自己的一五三分地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控了 小小的一地匹折射出的十度叶发展的心思和大视野 但是呢我们将公王的这地匹放大开来 你会把这盘子的另一面也是更加的令人惊喜 大家先来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照片 照片上呢是十秒子村三年前的一个小核钩 那个时候呢由于垃圾污水随意的倾倒 小核钩就是一条臭水钩 但是现在呢大家来看 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眼前的这个样子 我们看到的小市场当中啊还开着多多的水连非常的漂亮 老下面告诉我们说呢 现在呢还几个多个乡村已经建成了污水的机构处理设施 实现了污水的动力收集和生态的物理 而且呢不光是污水 还有呢这个水电染器也全都纳入了城市的管网 并且呢是同样的价格 反正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开始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的 仅仅呢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实现了所辖的29个乡镇和274个行政村达到了美丽村的标准 美丽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大家可以随我们的镜头呢快来看一下 村子里呢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漂亮啊 那我们看到呢很多老乡 今天一直在现场的在观看我们的直播 你们好 老乡们好 那么村子见得越来越好了 很多城里人呢也是利用这个假期的来休息 老乡们呢也是看到了这个日商机呢 把自己的房子呢租出来 或者可以直接改造成了农家乐和民宿 现在呢到村子里呢 你可以去骑自赶单车 可以上网冲浪 还可以能喝咖啡 而且呢在今年3月本的时候 我们所在的这个寺庙的村呢 它呢还通了农郊线路 那么现在呢从盘景市去到乡村呢 一共是有57条公交线路 基本上已经全都实现了这个公交通到家门口 过去呢咱们说百游路存存通啊 已经是过时了 那么因为这个开榜的原因呢 我会经常的到乡村来 但是每次呢都会带给我不一样的惊喜 我们看到呢基础设施在不断的完善 老乡村的生活呢也是越来越方便 更为难得的是在乡村快速发展的头时 它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方向 而且呢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更是这样的魅力呢 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根 扎在了这样的一片头顶上 好的 主持人 那么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原来互联网家 助力了农业发展啊 真是近期对比更美丽 感谢其莉莉 从辽宁团境发布的报道 告别东北团境 难道相信 每一年都会看到新闻 我们的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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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成的顾佳善子 是一个紧张的小服装 具有着江南水箱的风貌 全资不到一千人 却处置着四万三千多本花 秋收时间 顾佳善子也发了 蔬菜 花卉 味油和三丰盛 在这边 我们的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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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汁 面门 ление votre destiny 4万港 5万多 4万港 10万港 4万港 10万港 20万 3万港 这� neste 不是 是 ksam 我们的 ücken 不是 比如说是以后的 建议这两个 我ений风 你看 来 这是 河水冲击后 新增的土壤身后肥膀 再加上注油炸弹 这都给无家山寸发生招聚 提供了特殿独号的优势 等会上山大的水 中文字幕 李宗盛